第八章 天堂是实现梦想之地 谁会进天堂 属于登堡笔下的天堂 真是个理想的社会 人类史上不知道有多少领袖梦想着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 但从未有人成功过 在人世实现理想社会 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所以我们常会认为 所谓理想社会只存在于梦想中 天堂就是人类不断描绘 梦想 思念的理想社会 在书中描述作为理想社会的天堂时 史维登堡想要写下在天堂中看见的理想社会 叹息了好几次 因为用世人的语言文字很难完全表达出天堂的实相 烦恼了很久 史维登堡这样描述 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幸福 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快乐 人们尽一切努力追求幸福 说到底也就是为了享受快乐 不管是赚钱追求民生 贪图地位与权利 进行艺术创作都是想获得幸福快乐 按照史维登堡的说法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天堂 就是充满快乐的世界 那是一个实时带来快乐的全新世界 问题是天堂的快乐并不是世人想象的物质上 外在上的快乐 我们在人世想出的概念 跟灵界的实况比起来 通常都太过浅薄 粗糙 很难掌握其实在实相精髓 可以说人类成为灵之后 到天堂感受到的喜悦快乐 才是真正的喜悦快乐 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 很难懂得那是什么样的快乐 人是肉体的快乐 常常都只是感官与兴奋而已 跟天堂的完全不同 人类在人世脱去肉身之后 这一切感官与兴奋 也都会消失 只有灵感受到的喜悦 才是真正的喜悦 天堂的根本法则 用一句话说就是利他之爱 造物主之爱的本质也就是如此 所以天界中所有灵都实践着 一个人的幸福就是众人的幸福 而众人的幸福就是一个人的幸福的口号 天界中的每个天使 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全体天使的幸福 而全体做什么 也都是为了个体的幸福 天堂社会的原则就是每一个天使都彻底实践着以下的律法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 爱主你的神就是成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给世人最重要的祝福 这里面有真正的兄弟情仪 爱人 也就是爱世上所有的兄弟 而四海之内皆兄弟 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同胞 奉行这个原理的越多 世上就会越精进理想社会 这样的世界会有争动吗 有嫉妒吗 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害人的吗 不会有的 这就是天堂社会 就是理想世界 史维登堡说 天堂就是能实现这一切的梦想的地方 其实这种天堂社会的范例在人世也有 只不过不是我们的社会 这个范例就是我们的身体 据说我们的体内有数量多达60兆以上的细胞 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在健康正常的身体中 细胞之间难道会互相攻击争斗吗 会互相嫉妒吗 细胞都担负着各自的任务 但所有细胞合起来 却能完美地为整体的扶植而工作 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是为了发挥 这样的功能才存在的 如果细胞间有个人主义 竞争嫉妒 这个身体会变成怎样的呢 细胞只有为整体互助合作 整体才能过得好 而整体过得好 细胞也才能过得好 这么神奇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所有细胞都是靠着神经与大脑连接 大脑掌控着能够完全统一整个身体的系统 并有循环系统提供养分 所有的细胞都不能单独脱离这样的系统 而中央统一系统为了全体的福祉下命令 用比喻来说 大脑就是神 而细胞就是每一个人 右臂会没事跟左臂打起来吗 手会因为脚肮脏发臭就故意躲开脚吗 脚如果脏了 手会就会去帮忙清洗 如果有只蜜蜂飞来要遮人的头 头脑会透过眼睛取得情报 然后命令手臂去打蜜蜂 如果眼睛看到非常可笑的一幕 嘴会笑起来 如果耳朵听到了非常动人的音乐 眼睛会流下感动能力 所有个体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全体 而全体也是为了个体 这才是完全达成协调的社会 由一个统一的系统指挥 所有个体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而互相协助 才有可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完完全全体现出这个原理的地方 就是天界 怎么做才能进天堂 所有的灵都是圣装造物主之爱的器皿 虽然神的爱无限大 但每个人只能接收到自己器量大小的爱 天堂中的灵因为自己的器皿够大 所以能够接受到造物主满满的爱 从造物主那边接收到的爱的多寡 就代表了灵在天堂中的价值 或说他的灵性的位阶 灵界的阶级就是由这个器皿的大小所决定的 但是地狱中的灵拥有的就是 无法接受造物主之爱的器皿 他们拿着的是自私自利的器皿 恶的器皿根本容不下神的爱 这个圣装造物组织爱的器皿 是在人界生活时打造的 所谓打造器皿 换个方式来说就是灵体的成长 灵体要成长 吃的是爱的粮食 如果肉体活着时候 能够实践爱神爱人 则爱的器皿就会越来越大 在人世的时候自己付出多少爱 在天堂中也就会获得多少爱 有个进入天堂的立决 想要进入天堂 在人界生活的时候 就必须实践两则律法 也就是爱神与爱人 时间的成绩会积累在灵体中 有他就决定了 到天堂之后接受神爱的多寡 灵体脱离肉体 恢复原本面目进入天堂时 其实灵体就是自己的爱 表现出来的一种心态 而成为接受造物主之爱的器皿 地狱的灵犹是如何呢 地狱的灵是在人世时完全没有时间造物主之爱的人 他们打造了只爱自己自私自利的器皿 所以到了灵界之后 他们只剩下邪物的器皿 一心只想着填满自己的欲望 天堂还有另一项绝对性的价值观 也就是天真无邪的人格 所谓天真无邪是指如同雪斑白 没有一点污垢的纯真 这也是进入天堂的重要要素 耶稣说过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堂 无论谁说 无论谁刚出生的时候 都是小婴儿 都处于天真无邪的状态中 但这只是外在的天真无邪 接下来经历儿童期 青少年期 青年期 壮年期 甚至老年期 在人生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 人会受到邪恶的诱惑 会受到贫穷折磨 在人生中尝遍酸甜苦辣 流下眼泪 发出欢呼 并在过程中形成人格 在人生行道中 人会遇到无数善与恶的歧入 一路挣扎奋斗下来 过程中也一定会受到 来自上天的善良引导 如果到了老年期 还能坚持自己的良心 就会再次开始恢复成诱饵 这时就是在 具有经验 判断力与理性的状态下 让内心渐渐烦恼换通 这些老人家 可能内心或行动 都变得像小孩 可能丧失记忆力 可能变得很依赖其他家人 各个层面上 都再度恢复成诱饵 像小孩子的另一个层面 就是表里如一 不虚伪 不假装 这样的人 可以走上天堂的诊道 死后 你一定能够进入天堂 馋成长时 吃极大量的桑叶 吃到身体都发轻了 但在准备 解碱的时候 他们却什么都不吃 将东西都排出来之后 身体变得透明 接着就开始吐司做碱 这时 化为鹅的准备 就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这就等于是死前的天真无邪状态 反过来说 拥有各种曲折的人生经历后 如果发展出一套恶的智慧 陷入自我中心的享乐欲望 就会丧失 将真爱器皿做大的机会 却让恶的器皿不断扩大 只靠信仰或知识 无法进入天堂 史维登堡曾经拜访过 天堂中一位未开化 民族 灵 聚集的区域 在与那些灵讨论的过程中 史维登堡有个重大发现 就是 光靠信仰是无法进入天堂的 所谓有信仰 通常还只停留在自信上的阶段 只有这样还算不上成为 散播爱的花生 这样的信仰 要进一步作用于意志 转化为善的行动 信仰才能结出爱的果实 这叫行动式的信仰 其实说到最本质上 信仰跟爱并不是两件事 而是同一件事 或者说 两者务必要做到合一才行 未开化的民族在天堂中 过着天真无邪 单纯明快的生活 他们在人世时 也没学习到什么 过着极为简单朴素的生活 但他们的样貌很美 而且发出光来 让史维登堡留下极深印象的事 他们已经完全脱去了 世上涂里涂气的外表 生活在不管从人格上 还是文明上 程度都最高的 天堂中 在人世时 一个字都不认识的这些人 在天堂中 受其他灵的指导 知识与思维 获得了开发 程度甚至很可能 比在人世的知名学者 还要更高 就算是人世最出名的学者 若他们 钻研知识 不是为了让世界 让其他人更好 而是为了自己 他们研究出的外在知识 在天堂中 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许多世上的学者或宗教领袖都认为 他们累积的学识 社会地位或民生 无疑都可以带到天堂去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人界的名誉 民生通常只能带来傲慢而已 而傲慢的人 不可能天真无邪 不可能像小孩子般纯洁 他们的知识 没办法带来灵性的成长 这种知识 只是死去的知识 在天堂一文不知 也有很多学者 坚持地学说 违反天堂的法则 遭遇主的爱 与神性的爱 对人类没有贡献 却会带来破坏与伤害 这样的学者 离地狱 比离天堂 更近 史伯登堡说 他曾在天堂中 遇见有名的科学家牛顿 牛顿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在科学方面 但他还是活在 最高层的天堂中 受到天堂天使的尊敬与爱 他在人世时 是神的虔诚信徒 而他研究科学的最大动机 也是为了爱人类 反过来看 医生主要工作 是呼唤人们相信神的 中世纪教宗与牧师当中 却有很多人活在地狱里 这说明了什么 人会进天堂还是地狱 取决于我们前面提过的 例如付出的爱 是利他的大爱 还是自私自利 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 是天真无邪 还是傲慢不逊 在人是公认有价值的 大部分东西 除了利他之爱 及天真无邪的纯洁性之外 在天堂都会遭到否定 人世的名誉 学识 财富 地位 权力之类 在天堂 灵界 都完全不会被考虑 天堂在天上 但通向天堂之路 却在人世 真理的法则 是多么奥妙 天界中 没有伪善的荣生处 人在世上生活时 很容易戴上假面具 很多人重视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比起自己是否具有高尚人格还在乎 所以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形式与外表上 戴上了与内心完全不同的假面具 就算是有信仰的信徒 也有很多人做事只是为了给别人看 为了在自己所属的团体中获得名声与尊敬 而过着一种纯展示性的信仰生活 这种标榜自己信仰的方式完全出于自我中心之爱 这样的人是伪善者 他们在人们的鼓掌喝彩声中活着 灵体却没有丝毫成长 只是外表看起来很不错而已 在人界 戴着假面具的伪善生活是行得通的 但灵界是袒入一切事实真相的地方 虚伪 做作 假面 伪善 在此丝毫没有立足之地 灵界只接受人内在真实的自己 也就是灵体 重点指在于灵体的爱之器皿成长了多少而已 史伟登堡曾在中间灵界中 遇见过一个在人世非常有名的牧师 即使到了灵界 他还是以有名的讲道者自居 积极地在群众中讲道 而且每次都是 你们这些充满罪恶的灵啊 相信我口中的神之教诲 按照神想要的方式过火吧 这样你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赫免及救赎 我是神为了救赎你们而派到灵界来的使徒 可是根本没有任何灵注意听他说 后来他恼羞成怒 大喊道 你们这些愚昧的人 竟然完全不听我所传的使命 如果我不悔改巨大的灾难 就会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他用出了各式超能力 想要像在人世一样展现他的权威 但还是一样没有灵力他 他甚至连灵界基本的性质都不知道 所谓悔改与重生 是要在人世有肉体时才可能进行的 脱离了肉体来到验证成绩的灵界后 在人世打造出的爱之器皿 数善数恶 可说是一点都改不了了 牧师哀叹道 我可是举世之名的牧师 你们竟然连我都不认识你们这些混账 其实他在人世时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就是因为他太爱受称赞 当时人们都只是说他爱听的话 其实在内心都嘲笑这个自我陶醉的牧师 我在宗教界是个广受尊敬的名人 如果连我都不能去天堂 还有谁能去天堂 是个牧师在人世生活的时时刻刻 动机都源于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的爱 而不是利他的真爱 没过多久 他就落入了地狱了 还有一次是威登堡遇上了一位 在人世时曾是社交界女王 引领社会潮流的知名人士 他活着时推行了大量的社会服务 受人景仰 为救苦救难的天使 他在世时可说是想尽了人间的福气 既是绝世美人 又掌握大笔的财产 还在社交界引领风骚 他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 都投在看得见的表象上 活着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受到更多世人的宠爱 并跟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人士交往 只要是能让他更出名的事 不管对社会有贡献还是有害 他都毫不介意的去做 每当教会会办救济穷人的活动 他就会站到最前面 带头捐献服务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并不爱 不关心 不同情穷人 做这些只是为了提高自己在世间的风平 变得更有名望而已 他却靠着这样的人气与美貌 引诱世间最优秀的男性 他死后当然也到了林界 在林界他的一切假面具都被脱销后 简直是自我中心的典范 为了享乐而利用他人的真相 一一都被摊在阳光下 他的灵体非常丑恶 发出恶丑 脸上还像患了皮肤病一样 嗷嗷吐吐 爆出是坑洞 他在人世被认为是成功的 但到林界一看 他却没有留下一点他真爱的痕迹 很快 就头下脚上 坠落了地狱 而且还是最底层的地狱 史维登堡在天堂 看过无数这样的例子 特别社交女王一息变成地狱女王的例子 让人们更容易了解天堂的本质 天堂的爱 动机是最重要的 一样是行善 一样是付出爱 动机如何 是决定那到底是天堂之爱 还是地狱之爱的重要标准 动机如果是出于爱神 爱人 行为圣洁单纯 才是属于天堂的善 许多人行善 是为了自己的名誉 名声 受人称赞 动机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爱 这种情况下 付出的再多 也很难与天堂有什么关系 反而很可能与地狱搭上关系 在人类社会中 很多人都过着符合道德标准的生活 这么做的动机有两种 一种是遵守神的法度 自己的良心 另一种则是害怕社会压力 旁人的眼光与议论 后者就是属于自我中心的动机 任何一个国家 民族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都会有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 普遍性法律或规则 举例来说 以下这几种规定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或社会中 都被认为是重要法则 也都形成了道德的骨干 一不可杀人 二不可奸淫 三不可偷盗 四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五不可贪图别人的财产或妻子 根据圣经中的记录 这些法则被直接刻在神交给摩西的石板上 是十界的一部分 摩西带领在埃及 过着奴隶生活的几十万犹太人 往迦南地行进时 上了西奈山顶 从神那边接受到了这样的诫命 诫命一共有十条 不过上面提到的这五条 是举世皆然的道德律 为什么神要将它亲自写下交给摩西呢 因为要让大家确认 这些不只是国家的法律 社会的道德准则 更是神的法则 想要成为天堂灵 就必须遵守这些法则 很多人因为害怕被处罚 才去遵守法律与道德 如果动机是这样 到了一个法律不章 人们也不闻不问的地方 他还会守望 恐怕为了自己的利益 杀人放火抢劫 袭杂强奸 他都做得出来 地狱就是一个 法律与社会规范 几乎都不存在的地方 或说无法无天的地方 因此地狱的恶灵 就可以不受制约地 做出各种残忍的暴行 出于爱上天 持守良心 爱他人的动机 所行的善 才是真正的善 只有这种 跟外在制约无关 法子内心的善 才是天堂的欢迎的 戴上假面具 的伪善 在天堂中根本没有 立足之地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交左手 直到右手所做的 这是耶稣的话 是行善 是应该遵守的 基本原则 是将财宝 积在天堂的方法 用纯粹的爱 去爱人 帮助人 就是身心的爱 这是良心的自然表辱 成果 绝对会被说